大家好,我是游夏,今天咱们来做一款橘色系的美甲 首先,咱们的底色用到的是四色小套系里面的烂番茄01号 橘色是欢快活泼光辉的色彩,是暖色系中最温暖的色 它使人联想到金色的秋天,丰硕的果实,是一种富足快乐而幸福的颜色 橘色呢,也是咱们快手的一个颜色的象征 今天是快手十周年的日子,所以说咱们来做一个极色美甲来庆祝一下 所以,首先小拇指和中指我用棉席里沾段胶,勾出了立体纹路 然后蹭了魔镜粉,拇名指的话呢,我准备做雕花 所以说我先上了擦起风层 擦起风层,照完灯以后擦掉浮胶 把雕花胶摆放在甲面上,摆出小花朵的形状 然后再用这个雕花笔,或者是这种雕花棒 给它按压出造型,做出小梅花的效果 然后咱们再用这个笔把痕迹扶平 在座雕花时的重点就是注意水的控制量 水太少,雕花胶会沾笔 水太多,雕花胶会在甲面上待不住 做好图案的以后呢,咱们来给它进行一个照灯 可以一半一照,也可以全体做完再照 然后整体咱们全部给它做好造型以后 雕完以后呢,咱们来给它上一个硬式风层 这个硬式风层呢,咱们要给它薄点图 不要太厚,特别是有雕花的地方 然后不要照灯,顺便搭配一些小珍珠 然后6月5日起搜索快手时装年 进入主会场,参与活动就有奖励 还有快手生日魔法表情等你来拍哦 狮纸的话用到的是暴闪波金胶 然后最后咱们给它上了封层 大拇指和无名指同款 记得双击哦,摸摸啦